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联系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放主题咯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项目是位于休斯顿的8号高速公路和59号高速公路交叉口的这么一个位置 它离中国城的距离也是非常近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地图上放大一下看这个位置的地方 到59号高速公路就5分钟就到了 到这个8号高速公路也是5分钟就到了 所以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8号高速公路就是休斯顿的二环 这是我们在实景拍摄当中拍的这个项目的航拍图 一共是94套连排别墅 一共94套别墅当中 其中的26套是新建的别墅 另外的68套是2010年建的 全部入住了租客了 那项目的位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 可以看到周边有好多的是apartment还有condo的社区 但是我们卖的这个社区是最新的一个 因为它是2010年开始起建 那最新的是2020年建好的这一趟 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小区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状况 社区里所有的连排都是由三个卧室两个半洗手间组成 每一个的面积基本上都是在1620尺 并且都存在两个车库 社区是封闭式社区 所以有一个铁门组成 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整个社区的感觉 刚才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商业地产 它所在的位置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人比较重视的 除了位置之外 还有就是维护成本的问题 那这个维护成本分为两个成本 第一个是必须的成本 比如说它的地税 它的物业费 那去年地税我会写在下面 这就是它本身固定的一个维护成本 第二个成本就是本身要管理这个物业的一个管理成本 那大多数的这种大型的商业地产的公司会去雇佣 另外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来管理他们的这个商业地产 但是这个房东呢没有 它是聘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物业经理来管理他们这个社区 那这个物业经理呢 他本身自己就住在这个社区 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工作了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个社区的整体的状况 还有这个租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那这个物业经理呢 本身就是一个持牌的电工 他也会一些木工活 他自己一个人基本上就像一个维修的小团队一样 电路的问题木工的问题 他都会有一部分 所以说他还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非常值得聘请的一个物业经理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呢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新房子的部分 也就是说2020年6月份就要竣工的新房子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60多套2010年至2016年陆续竣工的房子 那么这个2010年已经竣工的这些已经有租客的户型呢 我会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户型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2020年还没有竣工的这个户型在竣工了之后 我也会再重新拍一下户型的这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房子户型都会是差不太多的 那平均的租金基本上是在1350-1400美金左右 然后平均的这个面积是每套基本上1600多尺的样子 那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具体的户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连排别墅的一个户型 其实60多套连排别墅大多数的户型都是这样的 只有偶尔一两套的户型不太一样 我们先打开门一看就是一个高条厅 这个比较高条的一个进门的门廊 然后它的楼梯呢是在右手边 所以楼梯是不冲门的 一楼都是瓷砖 二楼都是地毯 这套房子是刚刚空出来 所以刚刚还没有完全做好那个make ready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这些房子的出租都比较容易 因为租金比较好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客厅 客厅比较大 因为餐厅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呢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往前走的这一段就算是客厅了 里面就是厨房 冰箱洗衣机 烘干机是不包含的 也不需要为租客配 炉灶啊 微波炉啊 这些都是包含的 洗碗机 全都有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打开这个门就是洗衣机烘干机的位置 因为这个房子面积比较小 所以没有单独的洗衣房 在旁边的门打开就可以看到是双车库 然后我们现在去二楼看看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地毯还是比较新的 二楼一上来就是三个卧室 中间一个洗手间 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 三个 中间是个洗手间 然后这是主卧 然后我们先到第一个卧室看一下 卧室的面积比较规矩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 另外一个卧室的门口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淋浴浴缸一体的 然后有一个洗手台 然后旁边呢就是主卧了 主卧是几个卧室当中最大的 这个地毯颜色比较显脏 但是实际上看上去还是蛮新的 因为毕竟房龄比较新 大多数的房子的建筑年代是2014年和2016年的 还有2020年的纯新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呢是两个洗手台 然后这样的一个主卧洗手间 因为建筑年代比较新 所以整体的所有的感觉都比较新 金属布件各方面都是挺新的 是不需要买入之后再投入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商业地产 住宅类的商业地产 有的是八几年啊 七几年的一些房子 那这种的话买入之后 有可能您要预算一下再投入的一个钱 而这套商业地产呢 是比较新的一个年岁 所以几乎您在持有个五至十年 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 现在让我们去院子看看 这个房子是个townhouse 但是每一个单元里面 后面都是有一个院子的 这样一个小小的院子 这是两个townhouse并排后面的院子 您可以把那个栏杆围起来 就是每一个单元后面有个独立的院子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户型 在整体90多套房子当中呢 其实是有三种户型的 那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个户型 是最多的一个户型 可能就得60多套 至80多套都是这种户型吧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其他的几种户型图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户型图呢 是1550尺的 那这一套呢 是1800尺的户型图 这边这套是1380尺的 也是最小的一个户型图 但是这种户型非常少 这是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数据 它的人口迁入率也是非常高的 一直就有很多人搬到休斯顿 所以这些地方的人口迁入率非常高 那我们现在列出的呢 就是这个房子所需要的一些费用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到 CAPRI基本上是8% 也就是净收益率在8% 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这就是这个大型商业地产的一些资料 如果您对这种大型商业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们微信 打我们电话联系我们 这里是JG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